本季各队争相聘请高大杨江富邦找回的211公分138公斤蒲原就将赛勒就是冲着布拉而来 记者侯永泉摄影分享 达兴上季找来升高226公分印度姚明布拉不但荣登例行赛头号种子 在总冠军赛也以4比0横扫玉龙拿下队史第二关 本季各队争相聘请高大杨江就是为了能和布拉抗衡 布拉是加拿大籍印度裔是SBL史上最高大的杨江 就连盾位也堪称是史上第一226公分的身高搭配163公斤的体重 让他在SBL进取几乎是逾取于球 本季七支球队阳江当中仅有蒲原戴维斯 Quincy Davis 与台英的贾西亚 Chel's Gasha 高度位达210公分 金九找来升高222公分的波多里 各级常人拉莫斯 Peter John Ramos 赴帮找回的211公分 138公斤蒲原就将赛勒 Garrett Soiler 几乎都是瞄准布拉而来 金九总教练吴俊雄不会言说 会找拉莫斯就是要来制衡布拉 的确布拉改变了SBL生态 过去大家流行打小球 现在又回归打大球 不过达星总教练范耿祥却认为 想要颁导布拉领军的达星 高大洋将不是唯一解药 他说 上季达星宣布签下布拉后 很多人不看好他能在SBL生存 因为他的高度与奔位很难跟得上 SBL快节奏攻防 更有人认为布拉孔城不玩一个赛季就滚蛋 没想到不但顶完整季 还率领球队拿下冠军 我想其他球队未必是想守住布拉 而是布拉创造了一种成功模式 范耿祥说 当年蒲原找来戴维斯 并建立蒲原王朝后 接下来几年各队都锁定找寻类型 和戴维斯相似的洋将 他强调 球队的系统和洋将能否搭配 才是最重要的关键 面对各队争相 找来大洋将助权 布拉则一派轻松地表示 这部分我没特别注意 反正在场上 我还是做好自己的工作 至于各队的高大洋将 是否会增加他的得分难度 他则笑说 这应该不是问题 我担心的是在进去里 我经常拿不到球 第十五季SBLV行赛于本周六下午五十 在台北和平馆点燃战火 首场对决是上季季后赛四强止步的球队 蒲原与台皮对决 七十三十分开幕战重头戏 仍为持冠利优上季总冠军赛组合 达星与玉龙担纲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